近日大午分局泰马里分住所的原警接获泰马里农会通报 疑似有民众招到诈骗要汇款新台币40多万元 请警方到场协助 据了解被诈骗的富人接到了冒车市警官的电话 趁他卷入了细签和贩毒案 要将存款40万8千元回到指定户头 索性机警的农会职员见状立即报警协助驻诈 近日大午分局泰马里分住所原警 接获泰马里农会通报 有民众疑似遭诈骗要汇款新台币40多万元 据了解被骗的富人接获冒称假警官的电话 称他被卷入贩毒以及洗钱案 要他将存款新台币40万8千元回到指定的账户 索性机警的农会职员见状立即通报警方 而警方到场对送信老妇人说明 这个为假检警诈骗金钱的案件 若是真的涉嫌刑案 检警也不会以电话通知 不会要求汇款 才让送信老妇人恍然大悟 取消汇款的念头 成功遏止诈骗 而事后富人非常感谢警方 以及泰马里农会职员的协助 才没有让辛苦赚来的钱被白白骗走 大午分局呼吁诈骗集团花招百出 但是不变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骗取民众财物 民众如果遇到要求汇款等疑似诈骗的案件时 得先采取以下三步骤 一、应先冷静思考事实是否曾经有发生过 二、查证、厘清并复查事件的真实性 三、报警、寻求警方协助通报 而如果有任何问题 也请民众立刻拨打110或165反诈骗电话 二、四小时都有专人提供服务 千万不要自行处理 借陈阳如、泰马里相报导